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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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直接往下走了 然后我们也看一看它的日线 日线这一面 它刚好是回踩中轨 或者叫回抽中轨 下礼拜一必须要回到中轨线以上 否则的话就不太乐观 从MAC指标来看 是动画了 从大资金角度来看略有上涨 但是没有超过紫线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不怎么乐观 那如果说我们从去网角度来看 是下降趋势 所以下礼拜一怎么样都不能够下跌哦 我们再来看一下SPS500 标普500指数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周线啊 周线上一周下上涨 本周初线下跌了 是没有超过前提高点的 如果说我们从 布林线 还有MAC指标来看 实际上是不太乐观的 它的收盘呢 就跌破了布林线的中轨 因此下周必须要收阳线 而且要收在 布林线中轨 446 8.95以上最好 下面大资金来看呢 就有缩减 没有超过紫线 再往下边看 MAC指标这边呢 就出现了空头排列 并且这个红柱还是变长了 这种就不怎么乐观啊 然后我们也要看一下趋势的情况怎么样的 从趋势角度来看 它竟然翻红了 但这个翻红 红柱没有增加 所以它的有效性呢 需要打一个折扣 下一周如果还是红色的 下面的红柱需要增仓 否则的话就是一种虚假的信号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哦 然后我们看一看日线 日线图这边跟刚才的差不多 它也是刚好触及到了中轨线 下礼拜也是要回到中轨线 4473以上比较好 从大资金角度来看 实际上一直在萎缩 目前大资金已经低于了40% 然后从周线情况来看 基本上是死差的状态 空头的排列 从日线来看 轻柱越来越短 有点要死差的感觉 然后我们也看一看 它的趋势状况是怎么样的 从趋势状况来看也是青色 但是这个线是紫色的 说明还是有希望的 下周要起的话 它就容易翻红 不起的话就下去了 就再次翻青色了 我们再来看那个纳指是怎么样的 纳指这边周线里边 跟刚才的SPS500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就是 SPS500跌破到中轨 纳指100没有跌破 所以说上上周的话 属于突破 本周属于回踩 下周属于确认的关键一周 所以下周必须收购阳线 而且最好能够突破 上一周阳线的收盘价15490 否则这个突破的有效性就没有确认 那有人说下周收的阴线呢 那就更惨了 从下边的大资金来看是有减少的 从MSE指标来看 实际上还属于空头排列 并且这个红柱还变长了 所以下周我们把中轨当成我们的防守位 1527的这个点位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趋势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趋势状况它也分红了 这边给我们走了一个上升的小五浪 目前是五浪的开始 但是这个红色也是没有下边的红柱增加来进行确认的 所以这个有效性也需要打一个问号 下周必须要回归正常 继续红柱 下边的红柱也要增加 否则的话就是虚假的上涨 既然说现在已经处在第五浪了 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 对它的要求不要太高 是吧 不要期望给你涨太多 因为五浪可有可无可大可小 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啊 我们再来看日线的情况 跟刚才两个股指差不多 它也是回抽了这个中轨线 但是目前来看就是说 收了一个十字 比刚才的两个板块指数要弱很多 下里边也得回到中轨线以上 15330以上是安全的 从MACD指标来看 轻注在不断缩减 有一点要死查的感觉 从这个MACDX来看 周四是42.82 周五是43还有增加 但是从趋势角度来看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乐观 虽然说起了但是还是青色的 对吧 我们说上涨是红色的 下跌是青色的 然后之后呢我们需要等到它 什么时候翻红 翻红了之后才可能三浪 同样下边也需要有红柱增加 这是必须的啊 好我们讲完了三大股指 美股三大股指 接下来我们看KLCI的走势 KLCI的走势 在周线里边它已经翻红了 但这个翻红也没有出现红柱增加 所以这个有效性也需要确认 好吧 然后另外从整体上来看 本周的下跌没有跌破上一周 扬州一半 1454 所以下周还是要 注意这个防守位 是否能够撑住 1454以下的就坏了 从大肆小的来看呢 就减少了 从MSE指标来看 轻柱也变短了 但是两条线还是发散的状态 从日线的情况来看 就不怎么妙 它又可能会回调一下 跌到这种 1440的位置 是最后的防守位 当然上边的是1463 没有过的话 还是会震荡的 从整体大资金的情况 以趋势的情况来看 但是属于短线调整 但是这个大资金目前是41 不够成50% 所以说它属于震荡 下面的MSE指标来看是 红柱变长 而且有一点 震荡往下躲 两条线 所以说不怎么乐观 接下来如果回调的时候 这个线也变成青色了 就不太好了 线如果还没有变青色 就还有希望 尤其是当这个青色的散户不出现 就还是有希望的 基于这个日线来讲 我们看实际上 最多调了两天 所以说在下里边一调整 是正常的 下里边二再调整 就不正常了 所以说我们 在每天的五盘减评里边 我们会及时来去 跟踪当天的走势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就订阅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哦 这是宗旨啊 这边我们就讲差不多了 我们也把手套骨的板块 讲一讲 手套骨板块这边 月线上实际上已经起了 周线这边 也是一个阳线 它进行逆势向上 实际上不是好事 现在手套骨 我就是炒的没得炒 才炒手套 手套已经做成一种 做一种避险的这个品种 来去出现的 行情不好的时候 恐慌的时候 就买手套 比如说这么来看 它只跌了吗 实际上是没有啊 然后注意一下 它的节奏是在这边 也可能会再探一下 差不多了是吧 离这个前提点 离这个前提平台也很近了 不过从周线角度来看 还是往下走的 不太乐观 日线这边有一点反弹 但是这个线还是青涩的 下面大资金也出现 但是最终又消失了 然后MAC指标有金叉 但是说还没上零周 周线这边 MAC还是空头排列 然后虽然本周大资金增仓了 但是没有超过紫线 紫线有一点拐头往上了 这是好事 我们看未来什么时候 它翻红吧 翻红才能起 不翻红的话 起不了 目前走折是 123或者ABC 对不对 什么时候翻红呢 那你继续锁定在 我们每周的中复盘的内容 就知道了 从日线角度来看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打开布林线 你看一下 实际上它刚好是没有过到上轨 下周 它回调的时候 最好不要破中轨 中轨这线的位置是1669点附近 不过中轨还有希望 破了中轨的话 那就容易往下走了 那今天我们讲的 主要是讲百块指数啊 关于这个手套股 个股的复盘 周复盘 日复盘 我们放在明天的谷歌整谷栏目 如果说你也想收听的话 订阅频道 并打个小铃铛 记得明天是8点半的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衍生品 如果说你是有玩什么黄金 比特币 原油 是吧 棕油 还有外汇 那就 接下来的内容 一定要好好听啊 接下来就是讲这个大金融的概念 我们先看 这个购的 也就是 黄金 黄金这边我们也是先看周线吧 周线这边前边上周呢是涨了本周是调整 刚刚突破中轨是回踩 回踩就踩漏了 前面这边呢是回踩没踩漏 但是这个呢没有确认 下周收阳线还是对的 收阴线就下来了 从MAC指标来看是轰动回踩 但是没有破零轴 还是有希望再起的 那我们从日线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 周五的时候有尝试冲击这个中轨啊 但是没有过 从MAC指标来看 就快线在零周线擦肩而过啊 过了一下就过去就下来了 这种就不太好 如果说我们画一个这样的趋势图是吧 你发现它没有过呀 没有突破呀 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就倾向于震荡了 现在已经跌了二四六七天了对吧 但是接下来它没跌破下轨的话 再起的容易创新高了 这是关于黄金的 我们也顺便看一看美元的走势 美元走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从它周线角度来看 哇这个就是已经创了这个记录了啊 二四六八已经是八周了 一般情况下极限值是九嘛 所以下周最多这样一周就要小心了 那就准什么时候它会结束呢 我们要看什么时候收盘价不创新高 因为前边都是收盘价每个礼拜的创新高的 所以下周最起码要 收在105.05.30以上才是阳线嘛 它把前期这个平台给过了 然后刚好要到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105.37 也差不多是这个上轨线的位置 现在它接近到布林县上轨是吧 前面两次你可以看它是刚好出一道布林县上轨就下去了 这三秒碰碰上之后呢 如果第二天也就下来了就要小心啊 第二周下来要小心的 然后我们看它的 MAC指标这边呢实际上已经近差了对吧 这是比较好的事情咯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daily chart daily chart daily chart这边 MAC已经上传零轴了 日线这边呢就已经在扭道里边 前面有出现过三式 跌到下轨然后起来 目前已经突破前期这个高点 但我前面这个高点是没有突破的 所以接下来要挑战这个高点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松油期货FCPO的 FCPO从周线来看本周跌的比较多啊 而且低开低走 是个倾盆大雨的走势 所以来讲下周如果说一旦再跌的话 容易快跌了 就类似在这个位置是吧 下周再跌就不好玩了 现在刚好跌到前期这个平台的附近了 3712是重要的支撑 本周最低点是 3715没有跌破 下面大资金也减少了很多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风险这边 目前有增加的趋向 然后我们这样画一个图啊 实际上你看它是没有过的 对吧 这次连到都没到 说明多方是减弱了 对吧 我们再来看它的日图 日图的话就走的相对比较弱一点 然后我们看这边是出一到上轨下来的 收十字啊 跌破中轨那就基本下去了 我们说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最起码不能跌破这个 前面这边有一个三音的 有这个手板架不能跌破 另外像这边的三升是吧 这个阳线这个位置不能跌破 也就是说 下周三六八五五点三九这个位置不能破 或者的话还能大跌 像此啊 啊这个是关于 中油的 中油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原油还有比特币 原油比特币啊 以及看一下 一会看一下 美元对马币 以及新币对马币这边 我们先来看 原油 原油本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涨得不错啊 已经把这个中轨给破掉了有一点点 是吧 中轨是86块8毛8嘛 现在87块5毛1 现在后边把这个轨破掉了 那就会向上 到达差不多前提高点附近了 嗯 不要去尝试 去猜测 突破了再买实际上也不完啊 现实际上已经突破了 但是本月没走完 要想知道 接下来是不是会突破 那我们就看周线吧 周线里面它目前走的 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3 1 2 3 已经创新高了是吧 上一周顶上这个 上轨了 但是没有下跌 本周还突破了 一般突破上轨不是加速就是结束 加速的情况就是它贴着这个上轨走 或者说一直收盘收在上轨线以上 沿着上轨线往上跑 这种就是加速的模式 如果说下一周收音线 就开始要调整了啊 注意 一般情况下突破以后也容易做偏线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下周怎么操作呢 是吧 实际上周线上已经给出了你的答案 日线这边实际上它有走了一个上升的小五浪 是吧 然后这是AB AB目前是阴阳 那下里边如果收音线 那就走横摆了 收阳线 那就继续往上起 然后未来的时候呢 你要看什么时候两根阴线就往下走 两根阳线就往上走 还想更清楚的话可以看分钟图嘛 对吧 这个是关于原油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的月线到目前为止呢 它属于一个十字 就暂时没有方向 还在前一地点附近 而且在中个线以下 所以说暂时是短线看空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从周线来看 周线里面呢实际上也还没有有什么起色 是吧 大一线过后一直在这晃 一直说十字 所以说是没有方向的 刚好是在前一地点附近 这个前一高点也是没有过到的 所以未来呢 可能在这个区间里边进行震荡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 日线图啊 日线图这边跟前边一次很相似 跟这边一次是吧 横摆一段时间 突破中轨了又回来了 你看像不像 对吧 回来之后它还是在原先的这个平台这边 所以突破是无效的 是不是 现在目前没有突破有效 这种概率还比较低的 接着关于比特币啊 最后我们看一下 USD对那个马币这边 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USD对马币这边 马币实际上一直在增值啊 如果从wiki查来看它已经走了第几了 已经走在第五了 一二三四五 又是刚好没破是吧 这个五什么时候结束呢 也许可能会触及到上轨啊 上轨线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 比如说上轨线会是多少 我们简单评测一下 上轨线的位置大概是4.71 目前4.67 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趋势王来看 实际上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它现在属于第几啊 现在你看它属于第五浪吧 对吧 这是一二三四五 先好前还没有突破 那五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想知道的话继续锁定在每周我们的复盘内容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 订阅频道并打个小铃铛哦 什么时候变清色你就知道了 那按照这个规则来讲它应该突破是对的是吧 然后下边的MACD也已经在那个 零周线以上金叉了 嗯 基于它的 周线的情况啊 前期高点4.74这个位置 包括下周就面临着前期这个高点 4.07的突破是吧 是否能突破 突破的了就还行 突破不了就要小心了啊 从不立线这边就差不多到前期这个上轨4.71 这边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是weekly chart daily这边就有一点走路了 你干嘛前期高点过了吗 过了吗 时间没过啊 前期高点是4块6毛7分5毛5 5分5 5分5 然后这边呢 刚好是4毛6分多啊 4块6毛多 嗯 本周实际上周五的话就不给例 周四周三周二周一 以上周五的话就出现了不错的向上 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有判断什么啊 两阴之后向上 两阴之后向上 对吧 突然向上了 所以说在 周五出现一个阴线 周六啊 下周一再收阴线还可以 下周二再收阴线就不正常了 现在已经回到了牛道里面 接下来就是看中轨 回台中轨不破实际上还是有希望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SGD对马币这边是怎么样的 然后有做汇率的是吧 是可以参考这些数据的 这个是SGD对马来西亚Renge啊 现在目前是3.4256 有一点回撤了 我们看一下Weekly chart Weekly chart目前走弱了 目前是阳阴阳阴 前面的阴线没有超过阳柱一半 这次啊 这次轮回是跌破了前面阳柱一半 如果说你认为上一周是突破 本周是回踩 那下周就是确认 下周确认的时候呢 需要一个阳线 而且最好能够突破 上周阳线的什么价呢 在收盘价 好吧 那收盘价是多少呢 收盘价是3.4347 现在是3.4256 好吗 按照这种规则呢 下周应该收阳线啊 对吧 下周收阳线 他就收阳线了吗 不一定 下周收了阴线呢 又下一个 收阳线那就是对的 而且收了阳线最好能够超过 刚才我们说那个 上一周阳线的收盘价3.4347 就更好了啊 然后这个是关于衍生品这边的 嗯 差不多我们就 讲这么多吧 如果说你还想 学习更多的话 想要在股票这边 有更好的学习资料 那实际上 今天的下午呢 我们讲了这个金酒银食个股布局的这么一个专题课啊 专题的研讨会 会上讲了如何选对牛股 即使9月份 没有上涨 依然可以赚到钱的方法 如果想要学习这个方法的话 扫码回复一下重播 好吧 我们就会给你发链接了 今天内容大多数就是这些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们哦 这里是谷歌讲谷 订阅频道更多好的 我们下周再见 今天 是这样 是这样的 也很东西 是这样 简单 我可以试试一下